词曲 李宗盛 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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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我想今天这里的大部分工程师应该可以分成两类 一种是为浏览器便写GS的前端程序员 另外一种就是写Node的后端程序员 大家可能看到Node WebKit这个标题有点奇怪 它是一个App Runtime 好像看起来和GS无关 但大家再仔细看副标题 它是Based on Chromium and Node.js 它实际上是把前端和后端 这两种工程师之间的界限完全打破了 最下面是这个项目的GitHub的地址 大家如果想剧透的话 可以先点进去看一下 这是我今天要讲的内容 首先我会给大家介绍一下什么是Node WebKit 然后给大家举一些使用Node WebKit 编写App的一些案例 最后就是告诉大家怎么来很快的写一个Node WebKit的App 给大家做一个翻例 如果我们还有时间的话 我会再给大家自己的讲一下一些实现上的细节 最后就是大家有问题的话 可以在最后来问我 首先 首先 Lode WebKit 它是一个Runtime 如果大家单看名字 可能会觉得Lode WebKit 是一个Node的模块 实际上 实际上在Node WebKit 刚刚发布之初 它确实是一个Node的模块 那个时候它的作用就是在Node里面打开一个浏览器的界面 然后你可以在那个浏览器的界面里面 使用Node.js的一些函数 这也是Node WebKit 它最基本的理念 Node WebKit到现在 它更近似于比如说PhoneGap 或者是Webuntu的Web App 或者是Promium的Packaged App 也就是说你给它 你用HTML来编写一个App 然后Node WebKit 会把你的HTML这个页面 把它转化成近似于桌面应用的 这样的一个窗口 那么大家肯定要问 既然Node WebKit 有做的这个事情 和其他很多人在做的事情都是一样的 我为什么今天要把它拿出来讲 实际上就是因为它下面的这一个特性 大家可以先看一下这个左边的那一块代码 这是一个很普通的HTML的网页 但你仔细看它的一个区别就是 它在里面使用了 Lode特有的require函数 这个范例它首先是 它就首先require的fs这个模块 然后就要用了fs.readdir 然后把根目录下的文件读出来 然后再用document.write把它写出来 可能很多前端工程师看到这个可能不太熟悉 但是如果你用过Node 你会感觉这一切非常非常的熟悉 这就是Node WebKit做的事情 它把Node的全部函数搬到了浏览器里面 实际上做这个事情 Node WebKit也不是第一个做的 在Node WebKit之前 已经有很多人想在浏览器里面 直接使用Node的函数 那个时候通常的做法就是 使用类似于proxy的东西 一个进程是浏览器进程 另一个进程是Node进程 然后浏览器通过socket 来和Node通讯 然后这样间接调用Node里面的函数 但Node WebKit会一样 Node WebKit是把Node的函数 全部集成进了浏览器里面 如果大家用Chromium的话 可能会对Render进程这个概念比较熟悉 在Chromium里面 所有的渲染的操作 包括DOM函数 全部都是在Render进程里面 然后Node WebKit也是把Node的全部函数 放在了Render进程里面执行 这样它最大的好处就是 你不会有任何性能的损失 你在浏览器里面使用Node的函数 就和你直接使用Node 来调用编写的脚本一样 是具有相同的效率 而且是没有任何性能损失的 这就是Node WebKit的另外一个特性 也是它的一个目标 就是在全部的所有平台下运行 现在我们已经支持OSX Windows和Ninux 这三个平台 未来因为Chromium 已经对iOS和Android进行了支持 我们未来也会考虑 对那两个移动平台进行支持 对于跨平台这个特性 一个普遍的误解就是 所谓跨平台就是一个程序 我只要能在三个平台下跑出来 那就叫跨平台了 那样做还远远不够 真正的跨平台应该是我同样一个应用 应该能在不同的平台下 表现出那个平台专有的特性 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就是窗口样式 比如说在OSX下 我可能会期望这个窗口 它能够有Full Screen的功能 也还希望它能拥有一个菜单栏 菜单栏下可能有基本的编辑切换窗口 这些功能可能都是必要的 但是在Ninx或者Windows下 可能用户就不会对菜单栏进行 就不会期望会有一个菜单栏 所以这就是Node WebKit 它一个蓝点 我们必须保证在不同的平台下 要充分展现出不同平台下自己的特性 我们的做法就是对于一些平台相关的特性 我们专门为那个平台编写代码 比如说创建窗口 我们实际上就有三个平台下三套创建窗口的代码 就是为了尽全力发挥各个平台的自己的特性 另外一个特点是Node WebKit自己独有的 而且我认为这个特性是非常重要的 通常大家发行一个App 可能不希望用户安装一大堆的依赖库 比方说温道字下很常见的使用Dotnet来编写程序 那个时候如果一个很干净的系统下要用你的应用 它必须安装几百兆的Dotnet库 那个是对很多用户来说这是不可接受的 同样的如果你使用Chromium的packagedApp 你也必须保证用户的操作系统上装有Chromium 但对于Lode WebKit你并不需要 Lode WebKit提供了自己完整的打包格式 你只要按照Lode WebKit的我们Wiki上面的说明来 你就可以保证三个平台下你只需要发行一个安装包 然后用户就再也不需要考虑所有第三方的依赖 你可以这样理解 Lode WebKit实际上就是一个迷离的Chromium 这张图就显示了一个比较简单的打包的过程 最左边的就是你编写的一个App App下面有HTML文件 可能也有packaged.app 还有一些声音图像各种文件 然后你把它用最简单的zip压缩包 压缩成一个app.nw 实际上这就有点像Chromium打包 Chromium扩展打包成crx格式 和那个过程实际上是非常类似的 然后你再去我们GitHub的页面上 下载已经编译好的二精致文件 然后下面就是最神奇的地方 我给的这个范围是在Link之下的一个脚本 直接把两个 把Node WebKit的执行文件 和你的App打包过后的zip包 直接拼接起来 然后就可以生成一个新的可执行文件 也直接打开这个可执行文件 它也会自动把你的App解压 然后运行 然后你就可以直接发行这一个可执行文件 而不需要让用户去专门下载Node WebKit 也不需要让用户用很复杂的脚本来执行你的应用 这些都不需要 一切都是非常自动的 这个三个平台都OK是吧 都OK 另外一个特性就是 其实也是基本要求 既然我们是在浏览器里面 类置了Node这个东西 那么用户肯定会有一个需求 就是使用Node的第三方模块 我们不光支持 我们不光支持Lode的第三方 用GS编写的第三方模块 还支持用C++编写的本地模块 当然如果你采用C++来编写本地模块的话 你可能就会 就不得不为 你要发行的每一个平台都重新编译一次 这和跨平台是有点违背的 但是如果你想实现某个平台下独有的特性 这是不可避免的 如果和Node WebKit的应用 和Chromium下的一些扩展或者packaged 是不同的 同时和Node下面的一些脚本也是不同的 这是因为Node WebKit支持他们所有的东西 你既可以用Node本身的原生的模块 比如说Net模块 Crypto模块 FS模块 也可以使用浏览器提供的操作Dome窗口的一些函数 你可以用Window.Open打开一个新窗口 也可以用Window.ResizeToMoveTo来移动窗口 来Resize窗口 也可以通过Document对象来操作你显示的一些Dome node 同时在基于其上 你也可以一方面你可以使用Node的 Node的全部的第三方模块 比如说你可以用underscore 来对语言的一些 来使用一些语言的扩展函数 也可以使用J的这个模板引擎 同时你另一方面也可以直接使用web下已有的一些框架 你可以使用jQuery来操作Dome 也可以用bootstrap来直接搭建你的应用 就不需要自己写很多css 或者直接上dojo这种现成的框架 这些你都是随意使用的 而且也有一个基本的前提 所以他们都是可以非常完好的在一起工作的 下面是一些Node WebKit的一些基本的背景 首先Node WebKit它是使用 同时使用了Chromium和Node.js的代码 所以你可以替代Chromium的绝大部分特性 都能在Node WebKit里面使用 当然国内现在基于Chromium的项目 还是挺多的 比如说各种夹壳的浏览器 Node WebKit它是 可能大家看到的是 Node WebKit 并没有直接挂载在英特尔的Github页面上 而是挂载在英特尔一个员工的Github上 这是因为Node WebKit 刚开始是由英特尔的一个员工自己的业余项目 就在业余时间里面写的项目 然后渐渐现在发展到这个样子 Node WebKit最早是在去年12月份开源的 然后是由一个员工利用他平时工作10%的时间 在慢慢的维护 当然这样一个后果就是他的发展比较缓慢 然后可能到今天为止 可能大部分人应该都是没有听说过这个项目的 然后后来我自己当我到英特尔以后 就开始真正全职的维护这一个项目 所以我可以向大家保证 这个项目会有非常非常高的质量 大家可以放心使用 一个问题 这个的license是 MIT 我们都喜欢用MIT或者BSD 到目前为止 我们在GitHub上已经有了差不多420个follow 而且我们的文档也非常全面 我们到现在为止 就从我加入英特尔到现在 差不多有快两个月的时间 我们已经写了14个wiki wiki页面 所以大家如果有问题 可以一般都能在我们的wiki里面找到 如果实在找不到 可以去我们的邮件列表上面问 我们可以保证非常高的回复率 大家有问我们几乎就是必答 你们有多少个maintainer 现在就两个 主要是由我在维护 对 如果大家去想自己手动编译Node WebKit的话 可能会发现很烦 因为Node WebKit它是基于Chromium的 编译Node WebKit实际上是在编译一个很迷迷的Chrome浏览器 那就意味着你必须把Chrome所有的代码下下来 它的code base大概是有14G这么大 而且编译起来的话 在最后链接的时候它是有需要最少8G的内存 所以这个过程对很多用户来说是无法接受的 所以我们就采用了最直接的办法 我们为所有的平台提供已经编译好的Node WebKit 大家可以直接下载好了使用 现在我们的一个统计就是 那些编译好的二进制文件 现在每个月大概是500个下载量 说实话还是比较少 因为平均下来一天也就不到20个 所以大家要多多帮帮忙 给我们增加一下下载量 下面就是我和大家说一下Node WebKit 它大概的一些使用的范围 一个最直接的使用 就是为HTML5游戏提供一个发行平台 这个用途实际上我们最开始是没有考虑到的 因为我们最开始的目的是为在浏览器里面提供Node函数 但是最后我们发现很多用户 并没有使用任何Node的内容 而是直接把它作为自己一些 HTML5应用的一些发行平台 这个其实也是可以理解的 因为通常来说HTML应用最直接的发行平台 都是在浏览器里面 但是在某些情况下 比如说我为游戏 我为我的客户用HTML5编写了一个游戏 我可能不会希望用我们的客户 专门去下载一个Chrome浏览器 然后在那个浏览器里面才能打开游戏 那样对客户有要求 而且显得很不专业 所以这种情况下他们就会需要一个可以很容易发行的 很便携性的一个webkit的一个平台 那么就是Node WebKit了 前面我们也说到 Node WebKit本身有非常好的打包的机制 你如果把你的HTML5游戏写好 然后按我们的格式打包发行给客户 客户是根本看不出来你是用什么语言写的这个游戏 他会直接认为你这个就是一个本地的很正常的应用 而且除此以外 Node WebKit本身就支持了GPU加速 所以大家不用担心性能 同时我们对视频和音频也有完整的支持 不过说到视频和音频 有一个需要说明一下 就是MP3和HU.264编码的一些视频音频 我们是现在是不提供支持的 因为那些东西是有版权保护的 如果我们直接把对这些东西支持了 然后直接发行 我们可能会有法律上的麻烦 不过如果你们想使用的话 我们webkit上面有说明 你们可以最后还是可以在Node WebKit里面使用 有方法是绕过去的 不过这方面带来的法律责任你们需要自己承担 最后就是像HTML5的一些现成的框架 都是可以在Node WebKit里面 Node WebKit里面直接使用的 比如现在比较流行的 Cocos 2D HTML5那个框架很好用 我们后面出道的这一个游戏 就是使用那一个框架编写出来的 这个其实实际上是在打广告的 这是我们的一个用户开发的 给小孩玩的一个HTML5的游戏 我可以给大家演示一下 对 就是这个 在桌面上这个 这是Mark下的一个游戏包 如果你在同时下 同时也有Windows下的游戏包 这个游戏如果打开 这个语言是泰国语 大部分人应该都是看不懂 这个我把声音打开吧 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对视频和音频都是有良好的支持的 可以看到无论是动画还是声音 我们都有良好的支持 所以这也说明了一点 如果大家使用了Node WebKit来给自己写应用 一定要记得给我发邮件 这样我在到别的地方来讲Node WebKit的时候 我就可以给你们打一个小广告 另外一方面的应用 既然我们是提供了Node到Node WebKit里面 那么一个最明显的应用就是写文件管理器 或者写文件编辑器 文件管理器 我自己写了一个很简单的载幕 等一下可以给大家看一下 文件编辑器写起来比较麻烦 但是这方面大家听说过Adobe Brackets没有 没有 Adobe他现在就是不是在往HTML5正在迁移吗 这是他们的新项目吗 对他们的新项目 使用最纯粹的HTML5来编写一个IDE 当然他们的代码现在是不能直接在Node WebKit上面运行 因为他们是自己编写了一套运行平台 有点类似于Node WebKit 但是把他们代码稍微改几行 就可以直接在Node WebKit上面使用了 我给可以我来给大家演示一下 首先我就演示一下我的那个文件管理器 再一看可能你可能大家根本看不出来 这是HTML5写的一个管理器 不过用bootstrap的痕迹还是比较明显 大家以前可能就没有想过 有一天我们可以使用bootstrap来编写一个文件管理器 然后基本的功能 比如说文件的目录的浏览什么的 当然实际上功能也就只有这一点 因为编写一个文件浏览器 实际上需要耗费大量的时间 所以这只是一个最简单的demo 所以我就只简单的做了一个目录浏览功能 当然有时间的人的话 就会编写比较牛逼的东西 比如说Dobe的那个项目 这是一个非常完整的 IDE 而且它是纯粹的使用HTML和JS来编写的一个 IDE 大家可以看到基本的功能都是具备的 我们可以 而且基本的高量缩进换行都是可以使用的 大家可以看到 在现在HTML已经具有这种程度的潜力了 大家可以如果要写应用 你已经可以完全考虑 采用Node WebKit来编写了 另外一个就是编写多媒体方面的应用 一个最 GetUserMedia这个API 大家有用过吗 用过的可以举一个手 大家看这个东西还是不太普及 GetUserMedia是HTML5新提出的一个API 它的作用就是捕捉你麦克风和摄像头的画面 这样你实际上这个API Node WebKit是支持的 这样你就可以直接用Node WebKit写一些很花哨的摄像头的应用 或者是捕捉音频的录音机什么的这类应用 都是可以用 我这里也有一个演示 这是一个捕捉摄像头的一个范例 使用的就是GetUserMedia API 我们可以拍照等等等等 大家可以去网上搜一下 GetUserMedia API使用的一些范例 有一些可能已经达到了比PhotoBoost那样的应用 还要高的水准 那些应用也是可以直接运行在Node WebKit里面 然后我们就非常快速的来看一下 如何用Node WebKit写一个应用 这上面是Node WebKit应用的一个基本的结构 首先根目录下必须有一个package.json文件 这个文件大家用Node的话肯定会非常熟悉 因为NPM什么的都在用它 实际上它的格式和NPM所使用的格式是完全一致的 区别只在一点等一下会提到 然后就是前端工程师非常熟悉的一些 HTML GS CSS一些图像什么什么的 各种文件 最后一个就是如果你使用到Node的模块的话 会有一个Node Modules文件夹 用来放置你所使用的第三方的Node模块 这就是package.json的一个简单的格式 我上面首先是Name Name它的含义比较多 首先它是你应用的名称 然后除了当然它的功能不仅仅是名称这一个 loadwebkit会使用这个名称作为你储存 你应用一些各种配置 各种数据的一些地方 比如你使用local storage 存储了一些应用的数据 然后在links下就会 loadwebkit就会把你local storage存储的数据 保存在后目录下面的.config 然后在你应用名称下这个目录里面 而且在不同的平台下 保存的地方是不一样的 一切都是根据你所在的平台来规定 这也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跨平台 下面就是window对象 这个东西就很简单 就是指定你窗口初始化时 它的大小 它的宽 它的标题 它的位置 然后你还可以指定要不要打开工具栏 这些东西到可以直接在运行时用js来改变 这里只是指定一个初始化的大小 最后一个属性就是面属性 就是实际上就相当于你浏览器的主页一样 就表示你窗口打开时 第一个打开的页面是哪一个 在如果用node module 你在编写node的模块的时候 大家应该是熟悉man这个地方的 在npm的那些npm里面 man是指向一个js文件 但是在node webkit里面 man是指向一个html文件 这二者实际上是一点都不矛盾的 因为他们的目的就是 就是你程序的主文件 然后如果你想使用node的第三方模块的时候 你在node webkit下面开发的过程 和在node里面开发的过程是完全一样的 你可以直接使用npm 来安装一些node的模块 然后直接在script标签里面 用requel来使用那些模块 和node下面的体验是完全一致的 这里我们当然就是编写应用 这里我尽可能的写了一个简单 但是有实际功能的一个很短的代码 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使用了两个模块 一个是node原生的fs模块 另外一个是node的第三方模块jade jade是一个模板引擎 通常大家使用jade的时候 都是在服务端使用 但是在node webkit里面 你可以直接在浏览器里面使用jade 来生成一些动态的html 然后直接用document.read 把它写到你的界面里面去 非常的方便 然后就是你应用写好以后 首先是一个目录 你可以最简单的就是用zip把它打包 打包成一个app.zip 然后你就直接可以用node webkit 来运行它了 当然你用这种方式来发行你的应用的话 它会对用户的机器有个要求 会要求用户安装我们的node webkit 但实际上你是大部分绝大部分时候 你是不会期望用户再安装第三方的e-line 这个时候你就可以直接把node和我们的应用拼接起来 这里就显示了两个平台下的 另一个词价你直接用cat把两个文件拼接起来就好 Windows下实际上也是一个拼接的过程 如果你打算在mac下面发行你的应用 会更加的简单 mac下面的.app 它并不是一个单独的文件 而是一个文件夹 你实际上把你的app.zip 你放到那个文件夹里面 那的webkit就会自动的识别 然后把它自动启动你的app 这里给了一些链接 之前讲的那些都比较草率 大家如果想了解详情的话 可以去这些链接里面看 我之前也说过 我们现在webkit上面至少已经有14个页面了 如果大家想了解更多 最好直接去最后的那一个链接 直接去我们的webkit主页去看一下 下面是一些实现的细节 我就比较简单的讲过去 因为毕竟不是今天的主题 而且时间有限 首先为了做在浏览器里面 把node集成进去 我们做的第一件事 就是把二者的事件循环给结合起来 这个过程听起来非常的复杂 但实际上做起来很简单 因为Chromem把这一切都抽象化了 node里面使用node node的UV来作为自己底层的事件循环 这个时候我们实际上 只要按照Chromem提供的接口 把它的那些东西再简单实现一下就可以了 那个代码实际上也就100来行 而且通常来说代码越短 那个bug越少 实际上我们可以证明我们的bug会 基本是没有bug的 然后就是把node的 把node的全部的函数都放到webkit里面去 这个先简单说一下webkit 它是node的 也就是说直到执行GS的时候 webkit才会对GS的那些上下文进行初始化 然后我们就对webkit的代码进行了一些简单的修改 当GS的上下文初始化的时候 我们就很简单的就是webkit.set webkit.get 就很简单的就把 就直接在window window对象下面 把node的一些函数设置起来 那个过程也是非常简单的 也是不到100来行 是没有bug 这一个其实是一个很危险的动作 因为webkit大家都知道 浏览器对安全性的重视是非常厉害的 所以你在浏览器里面 有很多东西你是不能执行的 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就是 你想跨越调用代码是不行的 你比如说你想用GS模拟一些操作也是不行的 这些东西实际上是阻碍大家在编写应用的 我们的做法非常干净进入 直接把全部的安全检测关掉 这样我们可以保证大家使用nodewebkit的时候 会拥有前所未有的自由度 好最后大家有什么问题吗 没有问题 这个应该有问题 你先你先 wait for a moment 你好 我想问一下就是 在你的那个nodewebkit上面 能不能调试那个node的代码 对我这个pvt也忘了说了 我们可以直接开deltools的 你需要在启动的时候加一个参数 就是开发能源工具那些功能都有 然后你这里就一模一样 不过现在有两个地方有一点小bug 就是在你如果用node 你在node里面你使用了node的第三方模块 这些原代码的列表里面暂时是没有显示出来的 它只显示的是creep的标签里面的一些代码 这个我们也还没有解决 那个方法也行 不过如果你用require函数 你require进来的那些东西 它是和走的是node的那条途径 没有完全没有通过webkit 所以是没显示上来的 就目前来说就这么一个 第二个问题是 我如果做一个指手程序 就是关掉这个窗口的情况下 它还能运行吗 就是 现在是你窗口关掉它就直接退出了 或者是最小话 比如说windows上面像qq一样在转开栏 或者在那个 那个也还没有支持 因为这些东西html没有标准支持 如果我们要做 我们首先得自己发明一个API出来 对于发明API我们还是比较谨慎的 谢谢 我觉得在这边 thanks for the talk this is really cool we do chromium embedded at work and it sounds like this is a lot better one thing I was wondering is how this compares to app.js Abb.js Which is another another popular desktop node combination app.js AppJS doesn't integrate NodeJS into Chromium. It runs two process. One is Chromium's render process. One is Node's process. If you call Node's function from Chromium, You are indeed doing or I think how do you express it? Interprocess communication. Can you follow him? Do you know what is he talking about? IPC, Interprocess Communication, I think that's what's funny. 你一讲中文吧? 你说区别是什么,我大概也知道AppJS. AppJS里面调用Node的函数实际上是通过网络接口来传输的,并不是直接在一个进程里面调用的,效率会严重损失。 这个是主要的区别,对吧? 对。 So the main difference is if you write an app.js application, if you want to invoke some API from Node.js, it uses some technique like DWR, right? So the performance is more slower than this one, okay? Do you think there's anything AppJS does better that you would like to do? 有AppJS做的比你的这个好的吗? AppJS做的最好的就是对Node原生模块的支持吧。 这一点Node WebKit有时候会有些小问题,我们一直都经常会修到修。 用户编写的原生模块,就是C++的模块。 So AppJS is good at the, you know, the native Node.js module written by the user. So he will improve this Node WebKit to do better than AppJS, I think so. Yeah, thank you. 我想请问的问题就是关于分发,关于软件分发的。 请问第一,你的Node WebKit它的二进制文件有多大? 压缩以后有20兆大。 没有压缩呢? 没有压缩大概在40到50兆之间不同的平台下不一样。 那么第二个,就是常见的用户编写的那个Node.js应用它有多大? 常见的应用如果… 开掉你的Node WebKit的运行时它有多大? 也是说内存的大小还是… 不是,比如我把我需要的原码和资源文件我打包之后它有多大? 那看你应用的情况,一般的桌面应用恐怕100K都不到了。 但是刚才我演示的游戏,它实际上就已经有好几十兆大了。 那么也就是说,假如我做一个比如说是那个Application,不是Game,Application, 我可能整个…我整个应用的大小是比如5兆。 我要拖你一个50兆的运行时。 这怎么对用户交代? 实际上现在大家下载应用基本上就没有低于20兆的吧。 现在的应用最后的发行包的大小都是比较庞大的。 我觉得20兆对于用户来说是可以接受的。 好,假如现在那么假定有体积没有问题。 那么第二个问题是,你用Node WebKit写的应用程序, 我能保证用户点到图标之后0.1秒窗口能出现吗? 这个不可能,因为实际上它有一个,毕竟它是启动一个完整的浏览器类盒, 这些是很费时间的。 虽然现在它启动确实比较快,但是0.1秒… 有具体的数值,我要数值。 我自己在Ninux下做过一个测试。 就是我打开一个最简单的应用。 那个应用就一行,就window.close, 实际上就是打开然后关闭。 那个我跑20兆平均下来是200毫秒。 就说打开然后关闭,这么一整个过程是200毫秒。 0.2秒那还可以, 因为我看你下面似乎是用了ZIP把整个应用给压迫进去。 因为我用了LOVE2D, 那个游戏库解包过程非常的慢。 这种情况下你不想解包的话, 你实际上可以比如说在Mark下面, 你是不需要解包的, 你直接把你那个文件夹拖到那里面就可以了。 现在的问题是第一, 我假如用你的Node WebKit, 我做游戏, 因为你像Application的话, 它文件就几兆, 这没什么问题。 我做游戏, 游戏的资源文件动辄几十兆,几百兆。 你要是用ZIP解包会非常的慢。 第二个, 游戏玩家用Mac的很少很少, 他们都是在Windows下打。 你想不解压, 因为Node WebKit本身是很, 是可以直接用通过命令行来启动一个应用的。 你不嫌麻烦可以直接在Windows下, 另外写一个启动程序, 那个启动程序就执行Node WebKit, 然后命令行上加上你应用的地址。 这样你就不需要再去解包了, 但是你可能会自己会需要去写一个额外的启动程序。 那我的问题就到此为止。 好,谢谢。 最后一个问题, 有问题只能线下交流了, 不好意思啊。 你是Speakers吗? 我是。 你是Speakers吗? 那要不把这个问题给我们的洋洋吧。 就是说这个东西的它的一个核心的实现就是说, 把Lolol API在WebKit里实现, 对吧。 然后就是说, 但是它就是说, 就是明显会有缺乏标准化的问题, 就是说比如像文件读写, 就之前Chrome就一直在推那个FileSystem API, 然后就是有很多争议, 像FiveForce就没有实现, 然后现在他们又搞了File API和FileReader那种, 就是FiveForce和Chrome都实现了, 就是说, 本身现在游览器都在把一些对一些本地操作系统, 不管是摄像头啊, 还是文件读写啊, 就在做各种标准化, 就会体验到W3C啊, 就是弄成就类似HP5的API吧。 然后就是说这个东西的实现, 就是说一个就是说, 直接把所有漏的API在里面实现的话, 会不会跟游览器本身的这些API有冲突, 就包括他们的风格有冲突啊, 或者一些东西。 然后就是说这个里面写的代码, 比如我刚才看到, 它直接掉require就可以读load的模块对吧。 对。 所以相当于它运行的时候, 直接就把第三方load的模块给注入到这个运行环境里了。 就是说, 你取的时候就是一个同步的, 没有什么异步的关系。 那就是所有这些代码, 就是用到了load API, 以及用到这种require的方法, 就是它就没法在web里执行。 比如我做一个H15的游戏, 就只能通过这种发布包的方式, 分发给用户, 就没法同时也提供一个游览器地址让他们访问呢。 就是说, 这个项目对这些问题是怎么想的。 首先是API的话, 我们最大的一个考虑就是, 我们尽量不要自己发明API, 所以我们就直接把node的API直接拿来用。 如果HTML5又提出了新的一些提案, 我们也会直接支持。 等于说, 比如说现在我们, 你既可以使用node的FS模块, 也可以使用fail API, 那些都是你自己来决定的。 而且我们另外一个目标就是, 尽量不要让用户, 对我们这个平台, 对我们nodewebkit的这个平台产生依赖。 也就是说如果你不想, 你想既可以让用户在浏览器里面执行游戏, 又可以在nodewebkit里面执行这个游戏, 你就不用node的任何功能就可以了。 之前那个游戏它是既可以在浏览器里执行, 又可以在nodewebkit执行的。 它用nodewebkit实际上就只做了一个发行平台的功能。 它没有用node的任何函数。 在不用node的API的情况下, 它相当于就是那个火火的XURRUN那种东西, 就直接跑一个浏览器框, 然后在里面去运行web。 对,但是它有一个亮点就是, 安全特性是关掉的。 你如果直接在本地跑一些东西, 你很多请求, 它浏览器是不让你做的。 但是你在nodewebkit里面它是可以做的。 等于说你自由度就高了。 好,那谢谢赵诚, 谢谢赵诚, 带来这个nodewebkit。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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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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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